53. 承報 希臘協議換貸款不脫勾定嚴苛條件須立即改革 2015年7月14日國際A13期債危機歐元區首腦挑燈夜戰攻堅 經過近17個小時的磋商談判之後,就希臘債務問題達成一致 歐洲理事會主席土斯克週一13日,上午在新聞發布會宣布 首腦門員則想同意,準備重新開啟關於歐洲穩定機制項目的談判 換句話說,就是繼續支持希臘,土斯克將達成的協議形象地描述為希臘協議agreement 他透露,儘管達成了協議,但仍須要面對嚴苛的條件 同時需要經過多國議會的准許,其中就包括希臘本身 本部國際早報道,土斯克認為17個小時的漫長談判再次給予希臘一次機會 使其能夠在其他歐洲夥伴的支持下重回珍貴 希臘協議的達成避免了因希臘退出歐元區而可能產生的一系列社會、經濟、政治的負面影響 圖斯克強調,他對雅典方面採取的建設性態度以及所取得進步表示歡迎 他認為,這有助於希臘重新獲得其他歐洲夥伴的信任 總理,一場艱難的戰役 希臘總理齊普拉斯將過去的六個月形容為一場艱難的戰役 追蹤,我們贏得了金融救助協議 這份協議將保證我們的國家自主 齊普拉斯透露,雅典方面爭面臨艱難的抉擇和痛苦的決定 他說,我們承擔起了責任,做出了正確的決定,避免了最為的局面出現 入籍對希臘持強硬態度的德國總利麥克爾在長時間的磋商之後態度有所緩和 他說,如果有需要,歐元區會準備採取必要的措施,內減輕希臘的債務負擔 法國總統奧朗德指出,希臘議會應該盡快通過改革措施 他對希臘能夠繼續留在歐元區表示歡迎,債務高達2.76萬億元 但是,歐元區首腦就希臘債務談判達成一致,僅僅是希臘留在歐元區的第一步 接下來,希臘和其他成員國所要做的事情還很多 未來一周時決定希臘危機走向的關鍵一周 希臘債務目前高達3200億歐元,約2.76萬億港元 接近於其國內生產總值的1.8倍 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希臘的債務幾乎無法償還 儘管希臘已經不需要再擔心離開歐元區,也避免了國家破產 但是此番危機及及希臘民眾留下了深深的恥欲 希臘在此次談判中屈服,齊普拉斯需要議會馬上通過 並執行有關增加稅收、養老金和債務支出基金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這次談判結果對於現任希臘政府也會帶來重大改變 齊普拉斯必須將內閣重新洗牌,並且將不贊同此次談判結果的內閣官員設職 阿唔 娜市正cycl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